你是不是这样点质的啊 黑色的眼线液笔 点一个 点一个 反正我上一次这么点质胡家吃饭 我妈就真以为我脸上有虫子 正确的方法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拿一个这种极细的小棉签 用它占取一个深棕色的眼影 在你想要点质的位置呢 这样子垂直的戳上去 转转转转转 拿掉 这样的一颗质呢 大小也是刚刚好 然后是深棕色的 然后呢用一把遮瑕刷 用上面的鱼粉就行 拍一拍 让这颗质像是女佣粉底液遮过 但是又没有完全遮掉的感觉 再用一个棕色的眼线液笔 再加深一下质的中间一点点 这样一颗非常自然 以甲乱真的质就点好了 是不是比你直接用眼线液笔 点得好看多了 就算是男友距离也看不出破绽 鼻子上再来一颗 为什么你的眼线总是画不自然 和眼睛格格不入 而别人的眼线自然流畅 和眼妆融为一体 做到这一点就能解决 眼线回归 建议新手 那眼线用这种胶笔填充 笔头不能过长 不然就已经断掉 这种长度是最适中的 左右左右的来回蹭 不需要任何的技巧收发 直到我们睁眼只是前方 那眼线没有留白 完全填充就好 重点用眼线液笔来画眼尾 眼睛睁开直视前方 我们落笔要在眼角尾端 靠前两毫米左右开始画眼尾 并不是直接从眼尾 拉出一条上条的眼线 这种非常不适合新手 我们可以通过填膜眼尾上方 和外眼线连接处的这个空缺 来调整眼尾线条的粗细 到了这一步很多人就结束了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你的眼尾画得非常不自然 那就是最后一步眼线回归 眼线的最尖端 一定要连着眼睛的外眼角 这样眼线呢 才能和我们的眼睛融为一体 不会浮在你的眼皮上面 看一下对比 一下就变得自然不做作了 小白们误了吗 怎么把实况照片从这样变成这样 我们平常拍的实况图 女明星女网红的实况图 张张出圈 每张都美貌无敌 就三个步骤 人人都能是原相机的生涂美女 爱得你的李秘书刘秘书 学了以后给你撇 首先用原相机拍实况 再转成视频批图 分享 这里有一个存储为视频 不需要用到一些七七八八的软件 去压画质啊姐妹们 二 你要变冷白皮 参数是 鲜明 数值呢一般是26左右 然后曝光加15 对比度减实 亮度加15 色温减实 锐度加6 皮肤就变得很通透啊 这个你不码住就找不着了 第三步打开粉色便脸软件 你品一品 对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批 给我批成什么女明星女网红 什么乳猫焦虑啊 我们要每到忘记回家的路 每到发出吐蕃鼠尖叫 敲黑板子 导书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真率分辨率都调到最高 一定要打开这个智能的词号 生成实况照片就OK啦 生涂美女啊 你们误了没有 你是2D化妆还是3D化妆 派对下你化完妆 只是给脸上色 颜值却没有很大提升 还是通过化妆修饰你的脸 让它更精致立体 2D底妆 先上一层粉底拍开后定妆 脸只是白了一点 遮住了部分瑕疵 但脸还是扁平不立体 并且像一些面部凹陷 沟壑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不然整个人看起来不够精致 3D底妆 选一个贴近自己肤色的粉底 不需要太白 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均匀肤色 薄薄的上一层就够了 瑕疵什么先不用管 接下来我们用高光高 提亮面部凹陷的位置 眼下鼻肌底额头不饱满 可以在中间提亮 边缘过度自然面部凹陷 就会得到改善 整个脸都变得饱满 碰起来了 局部的小虾刺放在最后遮 避免底妆被破坏 定妆之后 我们先用手摸 找到自己的下颌线 用刷子蘸阴影色 这种灰纵调的颜色 更适合我们亚洲人 上脸更自然 顺着刚刚手摸下颌线 从后往前扫一下 再从下颌线底端开始向内 这样最重的一笔落在下颌线中 会让下颌线变得更清晰 然后向内逐渐变浅 这样打出来的修容颜色 过度很自然 还会起到一个向内收的作用 让脸更小更紧致立体 额头扁平在两侧打阴影 提高折叠度 修鼻子的时候 可以顺带一下眼窝 用手摸到眼窝凹陷的位置 在这里扫阴影可以改善肿眼 让眼睛变得深邃立体 这样过路到山根也会更自然 修一下鼻头 让它看起来更精致 人中和唇下扫阴影 让嘴巴看起来更翘更立体 按自己的眉形图表 这种平眉 由于没有眉峰的转折点 拉低了面部的折叠度 会让我们这种扁平脸 看起来更加扁平 我们可以给自己加个眉峰 鼻翼外缘到黑眼珠外缘 连线延长到眉毛 定个点 这样就可以轻松找到 适合自己的眉峰位置了 有了这个眉峰 我们面部的折叠度就被提高了 脸看起来就没有之前那么扁平了 2D腮红 像这种颜色比较暗的腮红 大面积的打在面中 会让脸看起来更加扁平 3D腮红 用明度比较高的亮色打在面中 因为它明度高 就会像高光一样有提亮的效果 这样打会让脸看起来更饱满立体 2D高光 这种亮晶晶没有底色的高光 涂在脸上并不能让脸变得更立体 它只会增加脸部的光泽度 不能起到提亮的作用 3D高光 可以用这种底色偏白的细腻微光高光 提亮在山根 鼻尖 眉骨 颧骨的高光不要直接涂在上面 先找到颧骨的最高点 在这个点内用高光提亮 可以在视觉上把颧骨内推改善颧骨外扩 2D眼妆 选一个喜欢的颜色做打底 和我一样肿眼的姐妹 如果大范围的用粉色眼影 忽然眼睛看起来更肿 眼头用浅色 中段用过度色 眼尾用深色 这种画法会把重点转移到眼尾 让眼距看起来更远 五官更分散不立体 从眼睛的后半段开始画眼线 这种画法并不适合眼距宽和极无力的姐妹 画完眼睛还是无神 并且眼距被拉得更远了 什么都不管直接刷睫毛膏 这样的睫毛 即使刷了睫毛膏也不能放大双眼 3D眼妆 肿眼更适合这种低饱和度的大地色系来搭地 有消肿的作用 深色加深 晕染眼头可以拉近眼距 改善五官分散 贴着睫毛根部和眼瞼下至夹深 可以放大双眼 深色的眼影画出握残 放大双眼 缩短中停 通过眼线调整眼形 先贴着睫毛根部画一条基础眼线 眼距宽就开个眼角拉近眼距 即无力可以在黑眼珠正上方夹粗 画下眼线可以放大双眼 睫毛从根段夹翘 再刷睫毛膏 注意上下睫毛都要刷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纵向放大双眼 睫毛短的姐妹可以贴几根这样的仙子毛 按照原本的唇形去描图 会显老显成熟 先用浅色打底 然后把它熨染一下 这样可以缩短人中更显年轻 把嘴花大一点 对比之下显得鼻子和脸变小了 最后用深色在唇内叠加出层次感 还可以叠加一下这种亮晶晶的唇蜜 让嘴唇更饱满立体 2D闪片 闪片大范围的涂在眼皮和卧蚕上 看起来不够精致 3D闪片 闪片在眼头点缀 拉近眼距 在中间戳这样会让眼神更立体 希望这期视频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再见